新竹县有一位国小一年级的妹妹 上礼拜五跟爸爸去吃铁板烧 回家之后呢 妹妹却开始呕吐啊 肚子又绞痛啊 隔天清晨竟然陷入昏迷 急救之后最后不致死亡 家属怀疑妹妹吃铁板烧致死 检警却不排除这个妹妹是腹膜炎 导致感染致死 将要解剖遗体来追查死因 父亲抱着女童放上担架 女童陷入昏迷 情况危急 救护人员将他送往医院 途中发现没有呼吸 紧急插上氧气管 上周五晚上 女童跟着父亲到竹北 一家铁板烧餐厅吃晚餐 点了牛排跟一些菜 但返家后恶心想吐 腹脚痛 隔天清晨三点 女童一阵狂吐后竟然陷入昏迷 送医途中女童一度无呼吸心跳 虽经抢救恢复呼吸心跳 但几个小时后仍宣告不治 怀疑女童吃完铁板烧的牛肉后暴毙 卫生局人员一早到铁板烧餐厅 希望查出蛛丝马迹 调查是否食材受到污染 检警发现女童身体有大片红疹 而且手臂有水泡痕 但是和女童一起用餐的消费者及父亲都无异状 检警不排除女童因腹膜炎导致感染之死 将截破厘清死因 记者何孟谦 蔡佩云新竹采访报道